非常感謝吳主席,昨天議會開完一天,頭昏腦臟,所以剛剛有記者在賭麥的時候,我說我搞不清楚狀況,我回去看了一下 吳主席也澄清,他絕對沒有交給我事情,這是第一件事情,感謝吳敦毅主席為我澄清 第二件事情,我剛來高雄,人生地不熟,吳主席介紹了很多朋友 可是大家都非常清楚,我那時候選舉的狀態非常的不好,不要說面黃激壽好了 根本整個狀態就不像會選上了,說實際很多好朋友大家認識之後,對我的選情是懷疑的,這是第二個狀態 那第三,後來這些企業界的好朋友,受到吳主席介紹,有一些捐款,這個全部在會計師這裡 很快就會關注,大家可以查得出來 第四,好像要講韓國瑜是個貪財的人,去年11月24號投票 我11月8號就告訴海內外所有的好朋友,請你不要再提前,我關閉帳號 為什麼?我錢夠了,所以我不是一個貪財的人 所以因此,為什麼蔡振元,選立法委員,是我們老朋友,指責這個,我完全無法接受 我們就不是這樣一個人,再來我選上之後,郵局要運郵票,我說給我十分之一 馬祖酒廠要做酒,我說給我十分之一,現在金門高粱酒也在談,用我的肖像 十分之一,全部講好做高雄的慈善事業 那選舉的將來的結衣款,我們會一本初衷,大部分會幫助高雄青年人創業 現在還要一部分錢,幫助青年一些未婚的媽媽,我們叫珍珠媽媽,沒有結婚就懷孕了 我們現在做結婚十三四年,我為什麼要這樣簡短的敘述一下,是喚起大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處理這個捐款,我在投票前十六天左右,我就停止這個賬戶 至少那時候捐款,海內外的小額捐款像雪片一樣飛來 假設我是貪財的人,我根本就不要關閉,錢夠了,我就把它關閉 所以我謝謝吳主席的澄清,那也謝謝吳主席我來報到的時候,介紹了很多好朋友給我 不管他們看我會當選還是不當選,在這個過程幫助過我的人,我都非常感受 謝謝